詞曲 李宗盛 是不是對政經有點不公平 是真的不公平 是真的不公平 其實如果你可以去理解他那一段系統的歷程 我想他所有的那一個重情酒色這件事情 我想我們完全可以理解對不對 那種挫敗感 那一種 而且好像 好像又感覺他本來是想去實現 完成 因為他覺得那是一個機會 他是一個機會剛好三返之亂 剛好 而且那時候國力也還OK 然後如果他把國家交給政客賬 其實政客賬還不錯 然後又有一個陳永華 他完全沒有後部之憂 然後他如果此去 然後可以結合到吳三貴他們的勢力 然後要往前推 其實也不無可能當時他的平均 所以他等於是說在這個屏幕下 可是你知道他去就被遺棄了 他一去 那吳三貴那個 他其實是一個這輩子說真的 是真的嗎 所以後來因為這樣會給人家立 我覺得太給他現實了 如果我們知道這一段的歷程 我想你都有挫折 當你挫折的時候你難免會比較消極 然後還不被諒解 最後連死後都如此的被對待 一直到2015年的事業 所以我們在今天才重新在這裡談這件事 真的 真的 好 那政經他除了一個冬年王國的統治者 然後鄭成功兒子這樣子的身份以外呢 他其實還有一個身份非常特別喔 就是他是一個詩人 對 他是一個詩人 文學寫詩的那個造詣呢 我覺得應該會比鄭成功還要好 是 他有一本詩集叫《東壁樓錦》 《東壁的東》 然後《壁》是那個御字 《東壁樓錦》 對 有人寫御字有一些土字 是 這個書就是他的詩集 應該是另一次 對 我也應該知道 那這本書裡面有記載他的那個 一些他原唱的那個寫詩 而且是在台灣 台灣的生活史 1664到1674 這裡面 他裡面寫很多 包括寫景色寫 寫對於那個 故國的一個思念 對他的遭娘的思念 還有孤獨感 對 那在《東壁樓錦》裡面 都非常那個 具戲名義的去那個描寫 你們可以去找來看 而且他裡面其實有特別的講 就是說 他為什麼要一直喝酒 他有這一段 他說 仇師不已 你孤飲酒 請進床頭 古代尊 就是其實他很寂寞 他寂寞到不知道怎麼辦 沒有人理解他 所以他只會亂 換個角度來講 其實正經他滿專情的 他就是最愛那個招娘而已 所以我說他愛上一個不該愛的女人 他生一個不該生的小孩 就這樣一輩子 江山美人應該就愛江山 不要管美人 天下何處無芳草 何必如人 應該是這樣嗎 還是說專情是對的 到底怎樣 其實我想我們可以開放給大家來一起參加 好不好 剛好導演在這裡 團長你的何別 大家把各位的對 這個然後我們或者是 現在我們就是有一點 對不對 那個 那個誰在哪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來Q&A一下 對 如果現場的觀眾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就是 請問吳洛老師 因為吳洛老師很難得 還特別從台北大高鐵 當天來回說 他等一下用大高鐵投回去 所以大家要把握一下機會 沒關係 就是我想大家就是集思廣益 因為就是我剛剛講的一句話 既然有人 有這個團隊 願意來為台南 為歷史 來創造一個這樣的一個 就是把這個歷史重新的把它呈現出來 那我們今天既然有機會在這邊一起參加 我想各位可以把各位對這樣的一個歷史的思考 你不要說理解 理解就好像在考試了 就說 這段歷史你記得多少 我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那個故事就發生在我們今天所採的這個台南這個位置 他目規的空氣應該跟我們差不多 而且是在這種陽光下 應該 我想各位應該可以跟他神遊一下 如果有機會讓政經再活一次 那各位你希望 你覺得他應該用什麼角色來復活 這樣好 就復活 就直接遊在台灣就好了 不要復活 人家三萬次亂不歡迎他就回來就好了 就不用復活 你說他去到大陸 對 馬上回頭 人家不要他 人家不要他 面子 馬上什麼關係 男人可以體會面子這次嗎 應該吧 那個面子掛不到 他輸了耶 他戴了面子 公主 他當初要去那一刻 這裡風光的去 大家都寄以後望 去就沒開始 就說 就在墊 而且根本沒打 所以你怎麼回來 真的 回來一定 人家講戒時的來XXX 就不會啦 還靠身面子 你看他沒有八十九月 就讓他鬆軟軟 沒有啦 他沒有回頭 他沒有再去打那條 對啊 他要去打那條 所以你說 你意思說 不必要的面子 根本不用 把台灣治理好就好了 他回來講清楚說 哎呀 三反他們沒有人要我 那不要跟他玩 那不好玩 我們就這樣 我們現在也不敢說怎樣 這樣啦 所以你總而言自己 乾脆叫他賣去就好了 如果搞不好台灣治理好 搞不好不會 對啦 就是給後來的統治者知道說 把台灣治理好就對了啦